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摆排的计程车与乘客更爽 说放现在车子里吵了起来 司机气得下车要招警察主持公道 女乘客也是相当的气愤 不服气说要举发司机违规载客 没有想到警察来了之后 却告知女方如果要申诉请打给1999 而这个举动让女乘客相当的不满 在路边换乘跟警察吵了起来 但也看断当时的情况 我为什么要打1999 人民的保姆是怎样 我们不是人民的保姆 不然呢 警察一句我们不是人民的保姆 瞬间激怒了民众 事发就位在台北市中山区的松江路上 警方正在KTV执行守望的勤悟 女子与司机因为停靠的地点 有点不一样 司机在下车的位置望迁 开了大约45公尺左右 让女乘客相当的不满 双方吵了起来 警方表示 申诉必须由监理机关来判定 才会提醒民众拨打199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